第1211张剑仙谷 这种剧痛整整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让凌云整张脸都痛得有点扭曲了 不过好在效果还不错 龙族受血涌入凌云的血脉之中 让他的血脉不断变成纯净 而其血脉之力也开始不断成长 最后耗费几天时间 将龙族受血全都炼化吸收后 凌云的龙族血脉又纯正了30% 同样的,龙族的血脉之力无疑也因此而提升了不少档次 除此之外,龙族还很意外地从孟子白的空间戒指中 找到了一枚二重风之奥义碎片 之前龙族早已将风之奥义领悟到了一重巅峰 但由于他身上只有三重风之奥义碎片 所以就没有再继续领悟风之奥义 现在得到这枚二重风之奥义碎片 对他来说无异于就是雪中送叹 以至于接下来的路程中 龙族在领悟圣龙齿第五道明 以及七尊神门第四尊神门之余 便也尽全力地在领悟三重雷之奥义碎片和二重风之奥义碎片 终于,池天之后 龙族终于是到达了剑仙谷的所在地 远远便可见 可见剑仙谷入口处有着两座巍峨巨山 巨山之上,满是各种铁剑 好似整座山峰都是被剑铸造而成 异常壮观 在巨山周围 有着一股股浓浓的剑气 剑气萦绕 将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剑的世界 哪怕就是乾坤古剑 反受到那等剑气 竟都不自觉地颤动了起来 无尽的剑气激荡四方 最后在剑仙谷谷口的位置形成了一股无穷的剑势 那股剑势竟然变成了实际一般 在上空形成了三个大字 剑仙谷 光是从这里就可知 这剑仙谷确实不是一般之地 此时,在剑仙谷外 已经围满了不少人 这些人都是背负长剑,身上剑风袭人 毫无疑问一个个都是剑道中人 他们并未进入剑仙谷 确切地说 是剑仙谷并不是随便可以进入的 路口处有着两名中年男子手中守着 那两名中年男子背上同样背着一把剑 但他们两人给凌云的感觉更像是一把剑 俨然 这两人都不是普通的剑修者 以至于来往众人见到那两名中年男子 都是不由得露出了一丝畏惧之色 这位兄台,在下凌云 由于我是第一次来剑仙谷参加论剑大会 所以冒昧向你打听一下 那论剑大会是不是在剑仙谷内进行 我又该如何才能够进入其中 当一名看起来十分友善的青年 从凌云面前走过的时候 凌云立即就凑了上去询问道 第一次来,难怪你不知道这剑仙谷的规矩 那青年打亮了一帆凌云 随后便是十分热情地介绍道 我叫邵华,今年是第三次来参加论剑大会了 不过前两次其实都没有取得最后论剑大会的资格 这么说吧 这次论剑大会可不是随便都可以参加的 第一,你要进行一定考核 才能够获得进入剑仙谷的资格 其次在剑仙谷中 一共有十天时间可以用来争夺剑格 只有得到剑格的人 才有资格进入剑 剑谷的核心区域 去进行论剑大会 听见邵华的话后 凌云眉头挑了挑 随后扫视全场 发现所有刚刚到达这剑仙谷的剑修者 几乎都会先往左边区域凑过去 而且此时在那边还时不时地传来一道道激烈的剑孝和鼓声 不用猜疑了 进入剑仙谷的考核就是在那个地方 我们过去吧 等过去之后 你跟着我就行 我带你参加考核 邵华非常热情地道 多谢 凌云拱了拱手 随后就跟着邵华走了上去 走到人群区域 凌云才见到 在那人群中心 正摆放着一面谷 那面谷是由非常特殊的材料所制作 只有剑意才能够将其机响 而此时 就正有人在利用剑意来机响那面谷 进入剑仙谷的考核很简单 那就是只要能够利用剑意 将这面剑谷基响五声即可 不过其实也没那么简单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无法通过考核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就没有通过考核 邵华指着那面谷道 但说完之后 邵华又指了指另一边 凌云小兄弟 你在看那边 顺着邵华的手指望过去 凌云见到在另一边有着一处石壁 那石壁上有着一道道光幕 光幕上此时正有着一台名字 在那些名字后面都对应着有相应的数字 石壁上的名字排名正是根据那些数字来排列的 那是剑意排名 那后面的数字代表着利用剑意敲响剑谷的响声数 但凡能够进入前20支人 就能够在进入剑仙谷后 在获得剑格的时候获得特权 所以这考核虽然简单 但几乎所有人都还是会拼尽全力 赵华介绍道 在剑仙谷中获得剑格很苦难 凌云好奇道 那是当然 反正我上一次虽然进入了剑仙谷 但就是因为没有获得剑格 所以没有资格参加最后的论剑大会 但好在能够在剑仙谷中观看论剑大会 上一次论剑大会让我受益良多 若是在剑仙谷中获得剑格不重要 那大家也就不会在这入股考核中 拼尽全力想要冲入前20名了 赵华回答道 林云点了点头 他本来打算先选择隐忍 等真正论剑大会的时候再显露手脚 但现在看来还是不能太低调了 毕竟林云此次来参加论剑大会 就是剑仙论剑大会第一名来的 现在就当是开始热身吧 林云扫了一眼 发现那排行榜上 前20名中第20名击响了10次剑谷 而第4名到第20名其实都相差大 击响剑谷的股声数在11次到15次之间 很多都是并列的 唯有前三名跟后面的人有着明显的差距 林云将前三名的成绩记了下来 也只有前三名的成绩能够进入他的眼中 林云小兄弟 我们先去报名吧 你第一次来参加这论剑大会 能够获得入股资格就算非常不错了 加油 我看好你 赵华给林云加油股劲道 恩 我会尽力试一试 林云淡淡一笑 然后就跟着少华去报名 第1212张傻子 林云和少华很快报名成功 然后就开始等待考核 在等待的过程中 林云见到不少剑修者进行了考核 大多数剑修者都通过了考核 但能够将剑谷击打出十道股声的人 却少之又少 林云看了整整上百人考核 就一个人超过了十道股声 登上了前20名建议排行榜 从此也可以看出 要想登上这排行榜到底有多困难 下一个 邵华 随着一名负责主持考核的人一名高核生 终于是轮到邵华进行考核了 林云兄弟 我去了 你就好好看我表现吧 邵华向林云打气道 林云点了点头 淡淡笑道 我等着邵华老哥一名惊人 就见到邵华很快就走了出去 为了保证考核的公平性 这等考核所使用的剑 都是剑先古统一准备好的一把地级宝器 邵华手持长剑 身上剑风陡然抱涌而出 随即 一股股剑溢在他手中的剑上不断凝聚 这等剑意并非是靠着五道修为来凝聚而成 仅仅只是靠着对于剑的一种领悟 只有真正的剑修者才能够领悟出这等剑意 可以说 这是剑修者最为基本的条件 从邵华所凝聚出来的那股剑意来看 他将剑鼓机响五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至于具体能够机响多少声 那就要看他接下来的表现了 邵华没有犹豫 手中的剑迅击斩出 速度迅击连斩五下 便是有着五道剑意如同惊涛骇浪一般不断的抱涌而出 势如破竹 全都相继轰击在了那剑鼓之上 轰 鼓声悠扬 婉转响亮 而在第一道剑意轰击在那剑鼓上后 铃鱼明显可以感觉到那剑鼓表面明显多了一层防御 这代表着要想将其击响就必须需要用更加强烈的剑意 轰 声音比第一道明显要小了一点 但那剑鼓表面上的防御劲又变强了几分 就这样五道剑意全都一一落到剑鼓上 让剑鼓先后接连发出五道鼓声 那响声一道比一道要弱一些 鼓上的防御却不断增强 秋修 赵华整个人都如同了一柄立剑 两剑斩出 两股剑意又是将剑鼓击响两声 已经一共击响了七道鼓声 在所有参加考核的剑修者中 已经算得上中等水平了 赵华没有就此收手 他身上剑依依旧抱勇而出 手中的剑再度挥舞而出 于是又有两道鼓声响彻所有人耳畔 整整九道鼓声 在所有参加考核的剑修者中 已经算得上是优秀水平了 赵华一鼓作气继续出手 但至于愿违 第十道鼓声并未响起 赵华的考核就此结束 虽然并未进入前二十略微有点遗憾 但对他来说 也算是表现了自己 至少在他考核完后 很多人都对他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林云小兄弟 接下来可就看你的了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 吉祥舞道鼓声并不难 不用紧张 平常心对待就行了 赵华安危林云道 林云第一次来参加论剑大会 他担心林云会因为太过于紧张 而导致发挥失常 所以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好心多说了几句 不得不说 赵华的为人让人很舒服 至少林云就很乐意交这样的朋友 好 林云轻轻一笑 听见那负责考核的人 叫到自己的名字后 林云便是非常淡然地站了出去 很快 一把剑握在了林云手中 前辈 若是我的剑意能够直接将这剑骨击碎 不知道能够取得进入剑仙骨的资格 又是否能够在剑意排名上 取得前20名的名额 林云并未直接动手 根据之前对这剑骨的观察 他发现这剑骨之上的防御力 应该是有限的 如若一名剑修者的剑意足够强大 是可以一举就将其直接击碎的 此番考核 林云无疑是要剑指剑意排名的第一位 与其要一下又一下的凝聚剑意去击打剑骨 不如一开始就问清楚可以一次性进行这等考核 林云的话一出 现场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哪来的小子 在这说什么胡话 击碎剑骨 开什么玩笑 剑骨之上的防御和等惊人 岂是他能够击碎的 看其样子就不像是一名出色的剑修者 我看他多半是知道自己无法通过考核 所以方才利用这等方式来划众取宠罢了 真是一个傻子 中围众人都是对林云嗤之以鼻 毕竟像林云这般提出这等问题的人 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以至于所有人看林云的目光都像是在看一个傻子 就连一旁的少华也是愣住了 不过他认为是自己还没有给林云说清楚这考核的内容 所以才导致这初出茅庐的林云 第一次来参加这论剑大会就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哪怕那名负责考核的老者 此刻也都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有几分不耐凡地道 进入剑仙谷的资格只能够以五道鼓声来做决定 至于剑一排名 也只看鼓声的数目 他完全将林云的话当成是一个笑话了 林云听完一阵无奈 总不能强迫别人吧 既然规矩是别人定的 那还得按照别人的规矩来 虽然麻烦了点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饺子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 赶紧考核 没那两把刷子就尽快滚蛋 后面等着考核的人不耐凡地催促到 林云也就不再耽搁 手中的剑一转 身上剑一顿时间就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倾泻而出 刹那间林云的身体都好似成为了一柄利剑 然后都不等众人回过神来 林云手中的剑就已经斩了出去 而且他一出手就非同一般 一出手就直接连斩十次 骤然间 十道剑意 犹如十道海啸一般标射而出 一道比一道灵力 一道比一道威势惊人 最后 这十道剑意就在所有人惊恶的眼神中 全都以一种凶猛万千的声势轰在了那面剑谱之上 第1213章最高待遇 这这小子怎么回事 一次性施展出十道剑意 而且每一道剑意的威势都这么强烈 我没有看错吧 我是不是眼花了 我不相信他能够一次性击想出十次鼓声 所有人都是被林云的出手更愣住了 这出手也太灵力了一点吧 至少 之前那些在剑意排名上排名前二十名的人 也从未有人能够一次性施展出十道剑意 而就在众人这等金一声中 剑谱之声开始传来一道道鼓声 声音响亮 恍若惊鸿 一道接着一道 阵龙发聩 前后不过几个呼吸之间 整整十道鼓声便是响彻这一方天地 而更令人感到惊恐的是 其余人进行考核的时候 往往后面所记响的鼓声要比前面的弱不少 但凌云呢 每一道鼓声都是一样响亮 自豪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 猛了 所有人都猛了 一次性迹想十道鼓声 这得领悟出了多么恐怖的剑意 所有人此刻都是目瞪口呆 那等鼓声如同目骨城中一般扣响在他们的心扉 让他们久久难以平静 唯有凌云自己淡定无比 他前世就已经踏上剑道 这一世更是在剑道上领悟的更加纯粹 这对剑修者来说算是最为基本的建议 他施展的根本毫无压力 能够有着这个结果 那都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一旁的邵华则是一脸无语凝页 之前他认为凌云初出茅庐 所以还一个禁地给凌云加油打气 然而现在凌云轻而易举 就超过了他费尽力气才有的成绩 这让他顿时间都有一种无地自容之感 原来凌云才是隐藏的大佬 在众人愣神的时候 凌云并未收手 手中的剑载度高高举起 他身上的剑意也更是如日中天 啾啾啾啾竟然又是十剑一次性挥舞而出 十道比之余之前还要恐怖不少的剑意 以更加可怕的声势直面剑谷而去 这一幕让所有人更是看呆了 什么叫做离谱 这就是离谱 什么叫做不可思议 这就是不可思议 更离谱 更不可思议的是 当这十道剑意轰击在剑谷之上后 十道鼓声竟然又相继响了起来 每一道还是那般响亮 每一道还是那么震慑人心 甚至当这十道鼓声响起之后 所有人都惊诧地要窒息了 可怕 太可怕了 随随便便一出手 就一共饥想出了二十道鼓声 这还是人吗 轻可间 所有人看向凌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就像是在看一个怪物一般 好 很好 非常好 之前那名负责考核的老者 在听见之前凌云那个傻子问题后 其实是对凌云非常不耐烦的 但此时此刻 他哪里还有不耐烦 有的只有惊喜 有的只有欣喜 那看向凌云的眼神都是两眼冒光 好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般 甚至都是忍不住连助称赞了三生 这可是之前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的待遇 我的天 这小子如此年纪轻轻 竟然就能够将建议领悟到了这等程度 这小子简直就是见到天才 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能积享多少生建谷 能够超过第一名的零千番吗 有本事他再一次性施展出十道建议来看看 若是他还能够一次性施展十道建议 既想出十道鼓声 那我就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以后见他一次叫他一次老大 所有人在惊察之余 竟然都莫名地期待起凌云接下来的表现了 凌云没有管其余人的情绪 自顾自地继续高歌猛进 很多人都认为这一次凌云绝对不会再继续一次性施展出十道攻势了 但他们显然错了 因为这一次凌云竟然又一次性施展出了十道建议 整整十道建议再度以迅猛之势冲击到了建谷之上 轰轰轰 所有人都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了 震惊 无语 人比人气死人 总之 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无比复杂 以至于现场只有建谷的余音 再也没有其余一丁点而声音 一共三十道鼓声 无可厚非 凌云已经一下子就登顶了建议排名的第一位 考一会后 众人方才回过神来 其中那名负责主持考核的老者更是忍不住对凌云道 凌云 你之前说你能够击碎这建谷 现在我就给你这一次机会 如若你能够击碎这建谷 那等你进入建仙谷后 你可以得到一次进入建仙格的机会 此话一出 建场所有人都是更加震惊了 建仙谷如今乃是被第五代建仙所管理 建仙格正是第五代建仙摆放它从建仙谷禁地之中获得五件宝器 以及第五代建仙其余宝器的地方 但凡是获得进入建仙格的人 都有资格从中挑选出一枚宝器 不过 那里面的宝器也不是说拿走就能够拿走的 其中有些一些困难需要克服 但即便如此 能够获得一次进入建仙格的机会 都是所有来此的建修者梦寝以求的 谁都没有想到 这负责主持考核的老者竟然有权利让人进入建仙格 这可以说是建仙谷的最高待遇了 以至于安静的现场一下子就沸腾了起来 凌云小兄弟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啊 赵华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向凌云喊道 从中为人的议论声中 凌云大概知道了那建仙格是什么地方 想到之前在世建山获得的那第四代建仙的宝物 对自己确实带来了不少好处 那凌云自然也想去那所谓的建仙格 看一看这第五代建仙的宝物有时 莫 若真有对自己有用的 那说什么也要尽力得到 好 凌云点了点头 斗志十足 身上一股建意凌厉而起 将其层层包裹 那等建意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强烈的多 毫无疑问 这一次凌云没有再有任何留守 给我遂 当凌云身上的建意到达极致之后 凌云双眼之中陡然之间蹦射出两道建光 然后随着他手中的剑猛的展出 一道无与伦比的建意就以摧枯拉朽的攻势 轰击在了那建谷之上 第1214张你到底想要怎样 空 巨响之声 响天动地 就好似一枚炸弹在空中炸响一样 另得一方天地都是轰隆一片 无尽的能量风暴席卷四方 那谷子建意更是如同潮水一般涌荡开来 但周围众人并不在意这些 他们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建谷 然后就全都惊恐万壮地建到 建谷竟然在凌云那一道建意之下 直接变成了无数碎渣 这这怎么可能 我去 他还真的将建谷给击碎了 这怎么可能 若不是我亲眼所见 打死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所有人都是惊呆了 能够将建谷击碎 这凌云的建意的有多么恐怖 总之这是所有人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一开始凌云就说要击碎这建谷的时候 我还以为他是在华众取宠的说胡话 现在我才知道 他这明明就是自信的表现 完了 我之前还骂他是一个傻子 希望他没有听见吧 哼 不就是建意强大吗 这并不代表着他在建道意图就真的强大 一切还要等论建大会才能够建真章 随着众人的议论声 林云则是收件而立 然后冲着那名负责主持的老者拱了拱手 多谢前辈给我这个机会 一次进入建仙阁的资格 小子就不客气地接受了 哈哈 好 这是你可以进入建仙阁的凭证 等你到了建仙谷中后 可以自行拿着这凭证进入建仙阁 老者哈哈大笑一声 随即直接从绣袍之中甩出了一枚玉剑 那玉剑之上有着一把剑形符号 多谢前辈 林云再度客气拱手 随即就在众人羡慕无比的目光之中 离开了考核区域 林云老弟 你也太牛了吧 亏了我之前还担心你会通过不了考核 没想到你才是隐藏的剑道高手啊 我的乖乖 竟然连剑谷都能够击碎 告诉我你在剑道上到底有多强 少华跟林云走到一起 感受着周围那不断向他们投来的羡慕目光 少华顿时坚决地备有面子 他兴奋不已的向林云问道 林云则是一脸淡定 少华老哥 我只是建议领悟的不错罢了 论剑道意图跟你比还是差远了 你进入过一次剑仙谷 想必知道那剑仙阁所在的位置吧 要么就再麻烦你带我去那剑仙阁一趟 既然得到了机会 林云自然就要去看看那所谓的剑仙阁中到底有什么好东西 林云老弟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什么 你要去剑仙阁对吧 只要你开口 就算是带你去刀山火海都可以 不对 这样说是不是好像不太对 算了 我现在就带你去 少华兴奋的都有点语无伦次了 好似他才是那个将剑谷击碎的人一般 跟淡定的林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就这样 林云和少华一起进入了剑仙谷 由于剑仙谷中的人并没有见到林云在考核之中的表现 所以剑仙谷内的人并没有再对林云投来羡慕的目光 甚至几乎都完全无视林云的存在 对林云来说 这自然是好事 不过 虽然林云被无视 但少华却似乎并未被无视 当少华带着林云走入剑仙谷不久 几道身影就拦在了少华身前 嘖嘖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我少华表哥啊 来了两次论剑大会 两次连参加论剑大会的资格都没有拿到 没想到你竟然还如此甜不知耻的来剑仙谷 真会脸皮够厚 一道比少华还要年轻一两岁的青年冷嘲热讽地道 在那青年身后的其余两名青年也随即冷笑了起来 少华 我来不来这论剑大会关你们三人什么事 给我让开 少华目光阴冷地望着那三名青年 那名被称之为少华的青年不由得吃笑一声 少华表哥 你这么不遗余力地丢我少氏一族的脸面 而表弟我们三人都是少氏一族的人 你说不关我们的事 少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 你就直说你到底想要怎样 少华怒气腾腾的喝道 还是少华表哥聪明 很简单 只要你将你父亲给你的那把天际宝剑乖乖交出来 那我就不介意你丢我少氏一族的脸 少锦目露一丝贪婪地道 这才是他们拦住少华的目的 你做梦 佛言宝剑是我父亲差点豁出性命才给我找到的 我是他如珍宝 绝对不会将其拱手给你 所以你不要痴心妄想了 少华脸上更是阴冷了几分 嘴急又补充道 还有 你是少氏一族的人 我同样也是少氏一族的人 你少在我面前装枪做事 我丢不丢少氏一族的脸也轮不到你来说 少华表哥 别给脸不要脸 我要不是看在你是我表哥的面子上 你已经不可能有机会这么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 人要有自知之明 非要我对你动手 那可就不好了 少景眼神欲发冰冷 身上也是涌出一股冰冷剑道气息 那股冰冷气息萦绕在少华表面 如同冰封之剑一般切割着少华的身体 让少华整个人都不好了 在这剑仙谷之中 有着一种禁忌大阵 在这里面只能够施展出跟剑道有关的手段 包括舞者身上所释放出来的气息 也是一种剑意凝聚而成的剑道气息 从这等剑道气息来看 这少景在剑道上的造诣绝对要比少华强 讲必这也就是少景敢这么欺负少华的缘故 你以为我会怕你 少华身上一股剑意气息同样抱涌而出 随即他仰手一番 更是拿出了一把宝剑 那把宝剑见微袭人 其上燃烧着道道炎火 俨然是一把天极宝器 毫不疑问正是少景想要得到的佛炎宝剑 当少景见到少华拿出这把宝剑 眼中立即迸射出无比炽热的光芒 那种炽热光芒变得越发贪婪 最后少景神情一紧 便是对身后两人冷冷笑道 既然少华表哥如此冥顽不灵 那我们三个就一起叫教他做人的道理 话罢 三人全都毫无耽搁 纷纷拿出了一把宝剑 随着他们身上的剑道气息灌入宝剑之上 三道剑道宫式瞬间凝成 直奔少华袭来 第1215章林云出手 林云老弟 这件事跟你无关 你千万不要被我牵连 赶紧离开 少华对林云说完 自己就提着佛炎宝剑朝着少景三人冲了上去 只是 少华明显要弱于对方 这等差距可不因他手中多了一把天际宝剑就可以弥补的 即便少景等三人的三道剑道宫式被其接了下来 但其还是处在了下风 甚至在少景那一剑之下 手臂之上直接出现了一道醒目的血痕 这还仅仅只是出不出手 若是再站下去 结果无疑会非常明了 赵华表哥 是到如今 你还要在我这个表弟面前逞能吗 在这件仙谷 可没有你父亲和其他族人庇护你了 少景音策策一笑 少华面色坚定 一副绝不屈服的样子 敬酒不吃吃罚酒 手中的剑再度袭出 这一剑 无论是威力和速度 都比之前要迅猛多了 甚至都不等少华反应过来 那一剑就好似要刺入少华的胸膛了 这一剑 少华都已经慌了 心中更是生出一股无力之感 只是 当少景的剑就要刺入少华身体的瞬间 另一剑身陡然挡在了少华的胸前 枪枪 金属碰撞声陡然响起 随即还有的就是火星四射 所有人都是一阵 少华则是惊慌未定 然后所有人就往那突然出手抵挡住 少景一剑的人望去 赫然正是凌云 哪来的小子 竟敢坏我好事 速速给我滚蛋 少景望着凌云 眼中流露出浓浓的不爽 哪来的砸碎 竟敢对我朋友动手 速速给我滚蛋 凌云毫不客气的反翅道 朋友 哼 还真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赵华表哥果然是懂得物以类聚啊 赵景冷冷一笑 拳击 眼神陡然蹦射出一道胸盲 他手中的剑就瞬间掉转锋芒 快若闪电刺向凌云 在他看来 这一剑就足以要了凌云的小命 枪 只是 这一剑却又被凌云的剑轻而易举给抵挡了下来 无尽的剑翼如同连衣一般扩散开来 恩 少景眉头一皱 俨然没有想到凌云反应如此惊人 给脸不要脸 少景微微怒气冲上心头 狂风剑绝 只见他手中的剑猛的一阵旋转 空中立即形成了一个风暴漩涡 漩涡好似猛虎出山 以狂暴姿态略向凌云 雕虫小记 这等剑绝 在凌云眼前确实什么都不算 乾坤古剑爆发出浓浓剑微 只是轻轻往空中一展 那风暴漩涡立即爆裂成一片鸡粉 同时见到余薇毫无保留地轰在了少景身上 砰 伴随着一道闷响 少景身体倒飞了出去 噗 一个鲜血更是直接从少景口中吐了出来 什么 少景身边的另外两名青年 以及少华都是心头猛的一惊 凌云一剑不但将少景那等剑招接了下来 竟然还直接将少景击伤 要不要这么恐怖 该死 竟然被你给暗算了 你们两个不要掉以轻心 速速出手 帮我解决掉这小子 奶奶的 竟敢伤我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少景怒不可遏 不过他并不认为凌云太强 而是认为自己刚刚掉以轻心 从而被凌云给暗算了 另外两名跟少景统一战线的少士族人也这般认为 于是 两人同样各自施展出一道灵力的剑招 精明剑绝 太阳剑绝 两道剑绝 激起万千剑意 就丰生鹤立地直奔凌云而来 不过 这两人在剑道上的造诣明显不如少景 所以这两道攻势在凌云眼里就更没有什么威胁了 秋休 凌云话不多说 直接两剑批出 就可见两股剑意化为实质一般 生生地将那两名青年的剑招给震碎 而那两名青年的身体 也在凌云两剑的余威之下道飞了出去 像少景一般口吐鲜血 凌云老弟 你少华在一旁看呆了 如今的凌云 在他眼里就只有四个字 剑道强者 能够将剑道修炼到这个级别的人物 那是绝对可以在论剑大会上 有机会争夺首席之位的存在 可凌云太年轻了 年轻的让少华有点不敢相信 少华老哥 这三条党道的恶狗任你处置 你说怎么处理吧 是直接杀了 还是直接废掉他们 亦或是让他们变成我的受宠的美食 凌云淡淡地道 此话一出 少景三人面色大变 你你敢 少景露出一丝胆怯道 少景表弟 别逞强了 现在你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将你父亲给你的那套九浪剑绝乖乖交出来 只要你交出来 我可以放你一马 之前少景想要上华的佛颜宝剑 现在少华自然要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你做梦 九浪剑绝是我父亲耗费巨资购买得到的 只有我和我父亲能够修炼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得到九浪剑绝 少景愤懑不已 少景表弟 别给脸不要脸 我要不是看在我是你表哥的面子上 你已经不可能有机会这么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 人要有自知之明 非要我对你痛下杀手 那可就不好了 这番话语是少景之前对少华说的 如今少华原原本本低孩了回去 你少景更是怒上心头 并没有就范 敬酒不吃吃罚酒 少华毫不客气 一箭贯穿而出 直奔少景胸口而去 少景想要出手抵挡 但已经受伤的他哪里还是少华的对手 更何况还有凌云在一旁威慑 眼看着少华的剑就要眉入少景的胸口 我我给你就是 少景认怂了 九浪剑绝和自己的性命相比 少景自然更在意自己的性命 少华停剑 从少华手中接过九浪剑绝 少景表弟 以后见到我 记得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否则我可不会像这一次这样对你们这般友善 现在 你们就给我速速滚吧 少华冷冷喝道 少景等人一听 也不顾自己受伤的身体 三人立即撒腿就跑 生怕少华反悔找他们麻烦 他们一走 少华方才松了一口气 凌云 这一次谢谢你 若不是你 我父亲差点豁出性命才得到的这把宝剑 恐怕就要落入他人之手了 第1216章前昆古剑一动 听见少华的话 凌云只是轻轻一笑 随即两人便是继续往剑仙古 剑仙格的位置而去 越是往剑仙古中走去 里面的剑道气息就越是浓郁 好似这就是一片剑的世界一般 而在这剑仙古之中 凌云自然也遇到了其余不少剑修之人 这些人在剑道上的造诣都是不低 甚至有几名剑修者让凌云的眉头都是微微皱了皱 赵华老哥 你之前说进入剑仙古后 要想参加最后的论剑大会 还必须要获得剑格 那剑格是什么 而且之前在入股剑意考核过程中 获得前20之人 到底能够在剑格上获得什么优待 路上 凌云忍不住好奇的疑问道 这些都是他即将要面对的 先有个大致的了解总不会有错 听见凌云询问 少华立即就解释道 凌云老弟 剑格可是这一次论剑大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更确切的说 剑格的多少就是衡量最后论剑大会第一名剑王之人的手段 因为最后能够成为剑王之人 就是剑格拥有最多的人 听见少华的解释之后 凌云还是一头雾水 什么剑格的多少来衡量最后剑王的归属 完全一脸猛逼好不好 察觉到了凌云纳闷的表情 少华继续道 凌云老弟 是这样的 剑格其实就是你成绩的一种象征罢了 要想参加最后的论剑大会 那你就必须至少要拥有三十道以上的剑格才行 怎么获得剑格 那就需要在进行论剑大会前再进行一次剑格争夺之战了 不过这等剑格争夺并不是跟其余剑修者 而是跟自己和时间 而进行剑格争夺的地点就是剑仙谷中的剑种之中 凌云还是听得云里雾里 似乎有点懂了 又似乎并不懂 这少华的表达能力是不是也太刺了一点 少华老哥 你就直接告诉我 接下来我要怎么做才能够去参加那论剑大会 而在论剑大会上又将通过什么样的规矩来角逐出第一名剑王宝座的归属 凌云问道 见到凌云还是一脸疑惑 听见凌云的话 少华一脸尴尬的笑了笑 随即只好继续回答道 凌云老弟 等你去玩剑仙格后 我们就会去剑种外面等待剑格争夺的开始 这剑格争夺将会在剑种之中进行 但这剑种也不是随随便便能够进入的 需要在进入之前 进行一次剑种认可 如何认可 就是在剑种外通过沟通剑种之中的骨剑 只要能够沟通五把骨剑 就有资格进入其中 你沟通了不同树木的骨剑 进入剑种之后 所到达的区域就会不一样 沟通骨剑越多 进入剑种后的那一方位置内 所能够获得间隔的几率也就越大 每个人进入剑种的时间有限 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 必须要尽可能多获得间隔 如若你在这间隔争夺之中 获得了超过30道的间隔 那你就有资格到达剑种中心区域去参加最后的论剑大会 在论剑大会上 通过相互比拼剑道 赢的人能够将输的人的间隔全都占为己有 最后统计所有参加论剑大会的剑修者身上的间隔数目 数目最多者 就是这一次论剑大会的魁首 也就是新一代剑王 获得剑王的人方才有资格进入剑种之中的禁地去挑选里面的爵士至尊宝物 赵华说的要多详细就有多详细 虽然说的有点啰嗦了 但是听完之后 至少凌云还是弄白了这一次论剑大会的内容 说白了 就是争夺剑阁 对了 凌云老弟 你之前问的建议排名前20名有什么优待 具体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上一次论剑大会 前20名的人在进入剑种的时候是相应都获得了不小的好处 不知道这一次论剑大会又会有着如何优待 不过等进入剑种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知道到底是什么优待了 讲必不会太差 少华补充到 凌云点了点头 不久之后 在少华的带领下 凌云终于是到达了剑仙阁 那是一座阁楼 阁楼顶端悬挂着一柄巨剑 那把剑锋芒毕露 剑荡四方 将整座楼阁笼罩其中 让整座楼阁都变成了一柄立剑一般 嗡嗡 就在这时 凌云的乾坤画卷之中 乾坤古剑一阵动颤 虽然龙武剑灵没有被激活 但也算是已经具备了感应之力 此时这乾坤古剑之所以如此动荡 毫无疑问正是他感应到了某种东西的存在 凌云第一反应就是 这剑仙阁之中有着某种好东西 引起了乾坤古剑弄出如此动静 然而 当他与四分之一的龙武剑灵都通之后 凌云却发现 这乾坤古剑之所以会这等反应 竟然不是因为感应到了剑仙阁之中的东西 而是由剑仙阁旁边不远处的 那一座剑山之中的东西引起的 赵华老哥 那座剑山是什么地方 凌云一问问道 凌云老弟 那就是剑种的所在 赵华回答道 凌云眉头微微一挑 莫非是剑种之中的剑种引起的 不过这不太可能 若真是剑种 龙武剑灵不可能会产生如此激烈的异动才对 难道说那剑种之中还有更加客观的宝物 不过即便凌云能够进入剑种 那也只能够从中带出一剑宝物出来 到时候剑种和另外那剑让乾坤古剑产生动静的宝物 该如何抉择 心中沉吟 凌云也懒得多想 等到时候看看再说吧 赵华老哥 你在外面等我一段时间 我先进入剑仙阁中去看看是不是真有什么绝世宝物 凌云对赵华道 随即就不耽误时间直接朝着剑仙阁走去 只是围走两步一道身影突然从身后暴略而来 更是不偏不倚正好重重的撞在了凌云的身上 要不是凌云体魄强大光是这一撞估计都得让其身体受伤 第一千二百一十七张给我道歉 你小子难道没长眼睛吗 映入凌云眼眸的十一名虎背熊腰的粗犷男子 身上气息磅礴 怒气腾腾 此时对着凌云就是一通怒喝 这让凌云眉头顿时一沉 明明是这家伙撞了自己 他不给自己说点好话到搁欠什么的 现在竟然还敢呵斥自己 给我道歉 冷冷的四个字从凌云口中道出 虽然凌云年纪轻轻 但这四个字意出口 却有着一种别样的气场 这里临近见种 所以周围本就有着不少见到舞者 此刻听见这边的动静 都是不由得将目光转移了过来 当众人见到凌云和那粗犷男子后 顿时间都是议论了起来 那小子是什么人 竟敢让命无极给他道歉 一看就是一个初出茅庐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他莫非连命无极都不知道是谁吧 命无极上一次论见大会上 取得了第十名的成绩 要知道那是两年前 如今两年的时间过去 听说他在见到意图的造诣又提升了不少 楼椅碰大象 后果已经可想而知了 众人都是议论纷纷 果然凌云的话灌入那粗犷男子耳中后 令其面色一下子就更加阴冷了 不知多少 你小子有种再说一遍 让我道歉 我看你他娘的是活的不耐烦了 给我道歉 依旧是这四个字 凌云说的坚定 说的毫无所惧 那目光如炬 就那般死死地盯着命无极 好似命无极若是不给他道歉的话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士的 所有人都挣住了 这小子太狂了 他竟然如此跟命无极说话 他难道真不怕死吗 命无极是谁 不仅仅实力强大 更重要的他是脾气火爆 据说上一次论见大会 有一名剑修者得罪了他 就被他当场给废掉了 不但废掉了剑修和武道 而且还将其四肢斩断 让其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废人 也正是这件事后 让不少剑修者都对这命无极闻风丧胆 几乎没有人敢这么得罪他 小子 今日小爷我要进入剑仙阁 没空搭理你 不过你给我等着 等小爷我从剑仙阁中出来 看我怎么弄死你 命无极虽然动怒 但暂时并不想跟凌云计较 进入剑仙阁更重要 这个机会可是他好不容易得到的 虽然这剑仙谷中不禁止打斗 但若是等一下自己出手 引起了剑仙谷一些大佬不爽 从而取消自己进入剑仙阁中的资格 那可就白搭了 等进入剑仙阁后 再找这小子算账也不迟 什么 命无极得到了进入剑仙阁的资格 据我所知 每一次论剑大会 能够获得进入剑仙阁资格的人不超过十人 这命无极也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方式 得到的进入剑仙阁的资格 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运呢 众人听见命无极的话后 都是对命无极羡慕极度恨恨 毕竟 谁都知道剑仙阁中有着不少宝物 若是能够在论剑大会前得到一种宝物 或许在论剑大会上也能够让自己更加如虎天意 卑贱的家伙 给小爷我让道 以你的废物资质 恐怕一辈子也没有资格进入剑仙阁 所以就给小爷我好好在这极度小爷我吧 命无极呵斥凌云一生后 还不忘冷嘲热讽了一句 高傲之色 彰显无疑 你的意思是只有你能够进入剑仙阁 而我这辈子都进不了这剑仙阁 凌云并未让怒 而是面色平淡的反问道 哈哈 难道不是吗 就凭你这种垃圾货色也妄想进入剑仙阁 真是会白日做梦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再不滚蛋 我会让你后悔终生 命无极音策策地笑着 我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 让你说出这等可笑的话来 凌云面无表情的继续道 但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一个赌 若是我今日有资格进入这剑仙阁 我也不用你给我道歉了 我直接扇你一巴掌即可 若是我进不去 我立即自尽身亡 凌云的话可谓是石破天惊 他竟然跟命无极打这样的赌 开什么玩笑 他难道不知道这剑仙阁 不是想进去就进去的吗 就算是在论剑大会上取得第一名 都未必能够有资格进入这剑仙阁 只有得到了第五代剑仙的赏识之人 才有资格进入其中 他一个年纪轻轻 初出茅庐的小子 茅都还没有长期 怎可能有资格在今日就进入剑仙阁 过几年再来或许还有那么一丢丢机会 以至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在看一个傻蛋一般 当然 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并不知道 凌云在剑仙谷外的表现罢了 若是他们知道的话 绝对说不出这等话来 就连命无极都是更加冷笑不已 他怎么得到进入剑仙谷的资格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其中的艰难可步是说做就能够做到的 至少他敢肯定凌云绝对做不到 怎么 你不敢答应 我还以为你有多有种 原来还是一个软蛋罢了 见到命无极没有回答 凌云还一副生怕他不答应的样子 故意刺激到 毫无疑问 这等时候 这番刺激 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至少在凌云说完之后 那命无极立即就到 哼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我倒是看看 你今日如何能够进入这件仙阁指示 命无极的格子还未说完 突然一巴掌就陡然招呼在了他的脸上 啪 清脆的响声骤然而起 下了现场所有人一跳 这一巴掌 用尽了凌云的肉身之力 让命无极半边脸都直接面目全非 嘴巴里的牙齿也掉了一般 掺和着血水吐了出来 他干什么 疯了吗 所有人都是用一种夸张的眼神望着凌云 而命无极更是瞬间暴怒到了极点 你这是在找死 命无极含糊不清的话语响起 言语之间就欲动动手 然而 也就在这时 凌云仰手一番 将之前在剑仙谷外那名老者给他的那枚玉剑拿了出来 当那枚玉剑印入命无极和周围其余人眼中时 众人都是傻眼了 他竟然真的取得了进入剑仙阁的资格 这怎么可能 第1218章一切都是假的 所有人都是一脸猛逼 他们大多数人虽然没有得到过这遇见 但他们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自然都知道凌云拿出来的正是进入剑仙阁的凭证 以至于现场一下子就死寂了下来 他们都想不明白 凌云这么年纪轻轻 而且之前闻所未闻的一个剑修者 是何德何能可以获得这等万中无一的资格 当然 最难以置信的失命无极 他获得进入剑仙阁的资格有多困难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无法想象凌云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这资格的 这这不可能 命无极甚至都忘了发怒 不敢相信地道 凌云已经完全无视了命无极 自顾自地见仙阁中走去 随即就在所有人羡慕和惊讶神色之中 凌云毫无任何阻碍地走入了剑仙阁 直到凌云的身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众人方才慢慢回过神来 而那命无极也不再耽搁 以最快的速度也冲入了剑仙阁内 剑仙阁 并没有多么的富力堂皇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简朴 整个大厅之中 除了几张桌子上摆放着几件东西之外 并无其余任何东西 一点都不像是一个放置宝物的地方 更像是一个放置杂物的地方 而且一走入这剑仙阁中 凌云的脑海之中立即就响起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 进入剑仙阁 只能够在一个时辰内带走一件宝物 若是一个时辰都带不走宝物 也请你立即离开 此外 剑仙阁内禁止打斗 若敢违抗剑仙阁的规矩 便会遭受重罚 声音辉红 恍若来自天籁 让人情不自禁地 新生一种畏惧之感 凌云以及之后进来的 命无极听见这等声音都是一脸正色 当然 命无极自然不会给凌云任何好脸色看 同时也似乎生怕凌云抢在他前头 去将他所想要的宝物给率先拿走 所以就自顾自地冲到那几件宝物旁边 去打量那几件宝物到底是什么 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赤圣器天刚剑 一走到其中一件宝物前 命无极立即发出一声惊呼声 便可见他眼中惊芒闪闪 折射出无尽的炽热之色 毫无疑问 他似乎早就知道这里面有这一件圣器 这一次进入剑仙阁就是专门为了这件圣器而来 就在这时凌云也走到了一件宝器旁边 定眼一看却发现那件宝器竟然就是凌云想要得到的剑种 运气这么好 若是现在就得到了这件种 不但可以在论剑大会之前将乾坤古剑的第二道龙武图腾给激活 让自己在剑道意图的威力更加强大 等自己真的获得了论剑大会第一名 进入了那剑种境地之后 还可以在里面去寻找那件引起乾坤古剑异动的东西 这无疑是最好的结果 这般想着 凌云云手一探 就预想将那剑种抓在自己手中 只是这一抓 凌云眼前的情景立即就变了 那是一片空旷的世界 一望无际 广袤无垠 凌云置身其中 要多渺小有多渺小 陡然之间 在凌云前方不远处的空中 凌云之前所见到的剑种再度出现 只是这一次那剑种散发出无尽的剑意 令得那一方天地都出现了无数剑影 这些剑影最后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剑兽 剑兽挡在剑种面前 一副凌云要想得到剑种 就必须要先从他身上踏过去的样子 既然如此 那就踏凭你再说 凌云并未耽搁时间 手中拿出乾坤古剑 就朝着那头剑兽迅猛无比地冲了上去 无尽的剑意在乾坤古剑上凝聚 最后重重地朝着那头剑兽斩了下去 在凌云这一剑之下 剑兽瞬间变得支离破碎 幻化成众多剑影 只是这等剑影很快就又迅及凝成了之前的剑兽 这代表着之前凌云的攻势根本对这剑兽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这凌云眉头微微一皱 随即手中的剑再度施展出更加强大的剑招 轰轰 剑招再度轰击在了剑兽之上 这一次将剑兽轰击得更加支离破碎 甚至连渣渣都似乎不胜了 只是 这并没有任何卵用 因为不一会后 那明明被轰得连渣渣都不胜的剑兽竟然又在一次凝聚而出 悬浮在了那剑种之前 身上气势如虹 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一样 这让凌云顿时就无语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 我就不信了 凌云心底一沉 他认为是他的手段还不够强大 当手段强大到了极点的时候 一切玄妙自然都会变得苍白无力 龙武剑绝 七绝灵风斩 凌云毫不吝啬自己的手段 一次性将自己的两套强招全都亮了出来 无尽的紫色雷龙在空中咆哮 无尽的剑一宁成一道封目 然后 全都以摧枯拉朽的攻势轰击在了剑兽之上 轰猛龙 巨响轰鸣 生振八方 两股攻势冲击到剑兽身上后 那剑兽就好似一只蝼蚁一般 瞬间就变成了一片鸡粉 顷刻间 整个现场一片飓风阵阵 风暴席卷四方 声势骇然 只是 下一刻 凌云还是激进崩溃了 因为那明明都已经变成了鸡粉的剑兽 竟然在风暴结束之后 又再度在空中凝聚了出来 这什么鬼 凌云无语凝夜 但在这等金鱼之中 他凭借其强大的感知力和观察力 突然又感觉到了一丝奇怪之处 那就是这剑兽给他的感觉似乎存在 又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似的 不仅仅是这剑兽给他这种感觉 那剑兽似乎也同样给他这种感觉 难道凌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这一切都是假的 剑兽是虚幻的 剑兽也是虚幻的 这些东西都根本就不存在 也就在凌云有这种觉悟的时候 他眼前陡然又是一花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又回到了之前的剑兽阁大厅之中 眼前也还是之前所见到的一切 只是 之前见到的剑种已经不是剑种了 而是一枚灵阵时 第1219张剑种在手 天下我有 见到这枚灵阵时候 凌云瞬间就顿悟了 这是一个幻阵 所有进入剑兽阁的人只要走到这灵阵时旁边 都会将这灵阵时看成是自己心中所期待的宝物 只要自己伸手去触碰这等宝物 就会进入灵阵时所开启的幻阵之中 而在那个幻境之内 得到宝物是绝对不可能的 就像凌云刚刚在那个幻境之中一样 他会一直跟那剑兽搏斗 但却根本伤不到那剑兽分毫 直到一个时辰的实现结束 然后不得不两手空空的离开这剑仙阁 可以说 这就是一种考核 这让凌云有几分不悦 之前原以为这剑仙阁之中有着剑种 但现在看来一切都是自己想太多了 此外 凌云也见到 此时一旁的命无极正呆滞的站在原地 毫无疑问 他还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幻境 正不遗余力地陷在了那个幻境之中 凌云并未在意他 而是目光扫视一圈周围 却发现 之前明明没有楼梯的大厅 此时竟然多了一架螺旋式的楼梯 楼梯直通见仙阁的第二层 时间有限 凌云当然不会白白浪费这仅有的时间 当即就毫不耽搁 沿着那座楼梯直奔见仙阁的第二层匆匆而去 当走入第二层 凌云瞬间就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星空时间一般 头顶是一片银河一般 漫天更是繁星点点 不过 无论是这银河和繁星其实都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 反倒是那悬浮在半空之中的一些星星点点很快引起了凌云的注意 无可厚非 这些星星点点才是这件仙阁中真正的宝物 凌云仰手一趟 一道星亡立即就被凌云抓在了手中 定眼一看 那赫然是一把天际宝剑 对此凌云毫无兴趣 他继续往前走 路上又抓了不少星亡 这些星亡之中所出现的东西道也都是不凡 都是跟剑道有所关联 有价值不菲的剑道功法 有威力强劲的剑道武学 也有锋芒毕露的各种天际宝剑 但这些东西都入不了凌云的眼中 凌云几乎连看都没有多看一眼 就将其又扔回了星空之中 就这样 凌云一路向前 最后终于是走到了星空的尽头 也就在这尽头处 凌云见到了三件散发着浓郁宝气之威的东西 这三件东西是这一层所有东西之中 唯一能够引起凌云微微产生兴趣的东西 所以凌云立即就凑了过去 首当其冲的就是一把圣器 赫然正是之前命无极心心念念 想要得到的天当剑 换作任何一个人见到这等圣器 恐怕都会兴奋万分 想都不会想就将其占为己有 但凌云却对其并不怎么感兴趣 只要得到剑种 激活第二枚四分之一龙五剑碎片 他的乾坤古剑照样具备圣器之威 更何况 除了乾坤古剑之外 他身上已经有了圣龙齿和七尊神门这两剑圣器 再多一把天当剑 纯属就是鸡肋 既然没有兴趣 凌云的目光自然就没有在这天当剑上久留 随即便是转移到了第二剑宝物上 那是一套地阶上城剑诀 这种剑诀哪怕就是在四大超级宗门之中 也是十分罕见的存在 四大超级宗门之中 能够有一两本地阶中成武学都不错了 但凌云还是没有对其流露出任何欣赏之色 他脑海之中神法神诀无数 只是很多暂时都还无法施展出来罢了 区区地阶上城武学在他眼里根本什么都不是 没有别的办法 凌云只好将目光转移到最后一件宝物上 这翻转移后 凌云眼中立即金芒闪闪 脸上也闪过一丝兴奋之色 因为这第三件宝物不是其他宝物 正是凌云非常想要得到的剑种 这件仙阁之中竟然真的有剑种 由于有了第一层中的遭遇 凌云特意仔细观察了一番眼前这枚剑种 但经过这番仔细观察后 他敢确定这枚剑种是真的 好 太好了 凌云心底沉吟 当即 他二话不说 伸手一抓 就预要将那剑种抓在手中 只是 这一伸手 他眼前的情景又变了 还是之前那片广袤无垠的时间 同样有着一枚剑种悬浮在半空之中 而在他身前也再度凝聚出了一道剑兽 而且这一次这剑兽身上的气息 比之于上一次那头剑兽要恐怖多了 凌云又认真打量了一番 确认这一次的剑兽和那剑种都是真实存在后 他便是直接迫不及待动手了 毕竟 一个时辰有限 而且马上就要结束了 秋休 无尽的剑笑声随着凌云将长剑举起而报名不已 这一次 凌云比之前还毫无保留 不但将龙武剑决的第二个层次 也就是皈翼之境施展了出来 也将七绝凌风斩催动到了极致 当然 这还没完 他还将龙暴神通和雷之奥义全都施展了出来 强大的气息在他身上涌动 最后全都汇聚到了他手中的乾坤古剑之上 给我灭 伴随着凌云低喝一声 手中的剑已然落下 那一剑 剑倾天下 截着无比恐怖的毁灭之力落到了那剑兽之上 口吼 剑兽想要反抗 以其庞大的肉身去硬抗凌云的攻势 但 这等碰撞简直就是小巫剑大巫 剑兽顷刻间就化为泡影 而且这一次在剑兽被轰击得消散之后 他就在也没有像之前一样再度凝聚而出 都不等凌云上前 那悬浮在半空之中的剑种就主动的飞到了凌云的手中 也就在凌云将那剑种抓在手心的瞬间 凌云眼前的情景一阵变化 很快就又拉回到了现实之中 剑种在手 天下我有 凌云望着手中的剑种 身体周围剑翼如同火山爆发一般萦绕而生 这一刻 凌云身上锋芒毕露 好肆意把绝世宝剑 能够斩破山河 斩尽天下一般 你是第三个能够在老夫的剑兴阁中 拿走老夫从剑种禁地之中拿出来的宝物 突然 一道苍老却威严的声音陡然在凌云耳边炸响 都不等凌云回过神来 凌云就见到他头顶的银河星云不断变化 转瞬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漩涡 那个漩涡之中爆涌出一股吸扯之力 那股吸扯之力作用在凌云身上 不给凌云任何反应时间 就将凌云的身体直接扯入了那漩涡之中 第1220章第五代剑仙 随着那股吸扯之力作用在凌云身上 凌云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身体就已经进入了那漩涡之中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来到了剑仙阁的第三层 这应该是某个人居住的房间 装修十分古朴 里面摆放着一些简单的东西 但整个房间内 确实充斥着无比浓郁的剑气 这等剑气浓郁到了极点 让凌云体内的气血都是情不自禁翻滚起来 与此同时 一道身影突然在房间之中慢慢凝聚 最后凝成了一道头发花白的老者身影 老者看起来至少数百岁的样子 但却依旧给人一种精神抖擞的感觉 只是 凌云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并不是此人的本体 而仅仅只是一道残魂罢了 小子凌云 见过前辈 不知前辈是何许人也 将小子召唤到这里来 又是所为何事 能够凝聚出残魂之人 自然不会是一般人等 于是 凌云立即略微恭敬地冲起拱了拱手 然后就直截了当地问道 这老者实力不凡 他既然将自己弄到这里来 想必是有些事情 凌云 不错 这么多年来 你是第三个能够来到这里见老夫的人 你问老夫是谁 是人曾经给我取了一个名讳 第五代剑仙 老者捋着自己的花白的胡须 目光扫视凌云 略微有几分欣赏地道 第五代剑仙 你就是现在掌控整个剑仙谷的剑仙前辈 小子凌云建国剑仙前辈 凌云之前听到周围其余人议论过 说现在的剑仙谷正是由第五代剑仙统领 而这剑仙谷的规矩 以及这论剑大会 也都是由这第五代剑仙负责举办的 无需跟老夫客气 老者摆了白手 随后便是开口道 我知道你一定非常好奇 我为何将你弄到这里来 现在还不是告诉你的时候 老夫希望我的这枚建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如若你我真的有缘 等到了你该知道的时候 你自 然就会知道 说完 老者屈指一谈 一道流光陡然在从他指尖暴射而出 顷刻间就没入了凌云的掌心之中 凌云伸手一看 竟发现自己的手心之中突然多了一道剑形的印记 凌云眉头微微一皱 正打算问一问那前者这剑形印记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前者要将这剑印烙印到凌云的手掌之中 但还未开口 凌云却发现整个房间之中空空如也 那老者的身影却早已不见了踪迹 小字 剑格争夺战还有三天时间才正式开始 老夫破例 让你这三天时间都可以待在这剑形格中 这三天时间你大可好好参悟一下我给你的剑印 能不能参悟就看你的造化了 老者的声音陡然在凌云的心中响起 前辈 既然你破例让我待在这剑形格中 那请问我可否使用这剑形格中的其余东西吗 比如说这剑形格中的其余宝剑 凌云大胆问道 既然得到了剑种 那自然就要利用其将第二枚龙五剑碎片链入乾坤骨剑之中 而在链入的过程之中 当然就需要一些其余宝剑来寄剑 而且其余宝剑品级越高越好 这剑形格内就有着不少宝剑 凌云当然就想要趁机收刮一番 只要你离开的时候只带走一件东西即可 老者的声音淡淡地道 此话一出 凌云整个人都是正住了 这什么意思 这第五代剑先真的允许他随便使用这里面其余东西 他之前本来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询问而已 但这个结果绝对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有了上一次凌云唤醒第一枚龙五剑碎片中的龙五剑链 并且将四分之一龙五剑碎片炼入乾坤骨剑的经历 这一次只需要三天时间 凌云就应该足以将这第二枚四分之一龙五剑碎片也炼入乾坤骨剑之中 如此一来 剑种已经被使用 可以说是不复存在 那就代表着他还可以另外带走一剑宝器 总观整个剑先格 除了剑种之外 唯一还能够进入凌云眼中的 恐怕也就是那把圣器 天刚剑了 如若能够将其拿走 即便以后凌云用不着 那也大可将其让给他身边的人使用 到时候绝对可以让身边之人如虎添翼 多谢前辈慷慨 凌云甚至都觉得 若是这第五代剑先知道凌云是这么想的话 估计会气得荡场吐血 但既然第五代剑先已经开口了 想必也就不会再反悔 而凌云又岂能错过这等好机会 当即就不再耽搁 直接从剑先格第三层回到了第二层中 那就开始吧 凌云心底一沉 就将上一次炼至乾坤古剑时所用的炼器大阵弄了出来 然后便是静气凝神 将灵魂力量释放而出 仅仅只是虚于之间 就可见他前方所构建而成的炼器大阵之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混沌空间 混沌空间内的空间极度扭曲 释放出一股十分强劲的扭曲之力 这等炼器大阵就算是九州的炼器大师剑了 都会立马惊掉下巴 甚至哭着喊着叫凌云给他们整一个都有可能 凌云先是将乾坤古剑拿了出来 让其悬浮在炼器大阵之中 随即他又将第二枚四分之一龙武剑碎片拿了出来 同样也放进了炼器大阵之中 无论是乾坤古剑还是第二枚龙武剑碎片 此刻都是不断散发出一股锋芒毕露的剑气 那等剑气将本就扭曲的空间切割成 次分武裂一般如若是一般的炼器大阵 根本都无法承受龙武剑碎片上的这种剑气锋芒 凌云将小九召唤了出来 在小九从乾坤画卷之中出来 并且确保没事之后 他便是让小九立即释放出异火来帮助自己炼器 小九得到凌云的命令后 却显得兴奋异常 摇身一变就变成了火凤凰 同时一团异火就从他嘴里喷了出来 异火冲入炼器大阵之中 令得整个炼器大阵立即变成了火海 乾坤古剑和龙武剑碎片 静静悬浮在火焰之中 任凭那等一伙的断烧